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了充分发挥香港宗教自由的优势 延续大乘自成先师的教导 我们同样必定继续坚持努力不下 我们学院都指办不同类型的宗教活动 为孔教教友及广大香港市民 培育心灵及文化素养的成长 而我们六宗教也经常合作 举办很多交流活动互相尊重 彼此交流 平起平坐 这些都是切切实实体现的 香港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 回归25年香港的六大宗教地位 得到很好的保障 而内地有五大宗教 而香港就多了孔教学院 几十年之前 孔教学院已经得到政府承认作为第六大宗教 97年的回归并不影响香港孔教学院的地位 所谓的五十年不变就是这样可以完全体现到 所以香港在强大的一国两制的优势之下 孔教学院得到很安稳和很繁荣地去发展 也有赖中央和香港政府对我们孔教学院的支持 所以我们是非常感恩的 现在国家在经济、科目、体育、康泰技术、军事等各项的领域上 军事取得举世续目的成就 终合博力早起跻生世界前列 而香港作为国家的特别行政区 获得全面支持天时地利人和享尽先机 但是令人鼓舞的香港应配合国家的大政策 全力发展自己的强项 找出自己的道路 在商业上可以利用孔教瑜伽传统的丰富人文资源 如三合一以意导力 立足香港为基地 发展具有中国瑜伽传统的商业发展模式 对香港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面对新局 把握机遇同心同德 并能开创灿烂篇章 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 我们有强大的一国两制制度优势 我们也有很好的政策 包括一带一路的发展 包括我们大湾区的发展 包括人民币的离岸中心 香港就作为联系统